來看這個部分呢是屬於就是檔案管理的部分 因為你有雲端看起來好像很好對不對 可是剛剛那個一開始就有同學提到 我這邊一刪了雲端其他都通通刪掉了 因為他的好處也在這裡嘛 一刪那所以說今天如果說 你有些資料已經做完了 你事實上還是要做備份 那系統本身也要做備份 好也要做備份 那我這邊呢就以一個就是虛擬系統的方式 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其實我電腦裡面是都會裝這樣的虛擬系統 會像這樣裝起來 裝起來那我就可以在裡面做一些測試也好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有些網站不太適合去的 你就硬要去有沒有 就在裡面 反正吸毒又不用吸毒 對嘛 裡面的細心怎麼會有事 哈哈 就是有些 因為我知道有些同學 可能你會去一些大陸網站啊對不對 去找一些資料 不入虎穴淹得虎子嘛 可是你又知道有風險 那你拿自己的電腦 開玩笑 這樣不行 最好用學校的嘛 哈哈 所以學校病毒會比較多啊 這也是一個原因之一啦 那你就用虛擬的去就好了 可以吧 裡面中毒他們家的事情 那這個呢 其實你有興趣可以安裝看看 那這個就是跟一般的安裝一樣 所以如果說你電腦剛開始比較不太熟的 我想練習一下怎麼安裝作業系統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去練習 他就是拿一個大的檔案去做 那我現在用這個Virtual Bus 就是完全免費的 完全免費的 你可以把它裝起來 那我們首先來介紹一下就是 系統其實要做備份 請問 我們都知道就是 電腦用一段時間支配越來越慢 好像很難逃出這個魔掌 剛開始買回來的時候都好快喔 剛裝起來很快 那一段時間之後會變慢 那變慢之後你可能 覺得剛開始也許還可以接受 可是等到慢到不能接受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做突破 要嘛就再買一台新的 不管就是什麼 電腦要重裝了對不對 如果你是Notebook有的 也可以還原到那個 出廠的狀態 跟我們手機一樣啊 可以還原到出廠狀態 可是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哇糟糕了 我裡面所有東西要先摳出來 然後呢所有的設定 要怎麼樣 記起來 所有裝的軟體你要記得 所以等你弄好之後 是不是要再重新再裝回去 這樣的好處是最 最乾淨嘛 可是這樣的缺點就是 你要花比較多時間 尤其是你如果比較忙的話 你不見得有那個時間 所以可以的話就是說 我現在假設我現在裝好了 我的狀態還不錯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狀態 把它備份起來 所以其實我們一般 你在Windows裡面裝軟體的話 它都會幫你做一個件事情 叫做建立還原點 有沒有 有點類似那個概念 可是Windows內建的那個建立還原點 它並不是把你整個系統完全備份 它是做一部分的備份而已 所以有些時候其實你還原回去 不見得可以完全還原的回來 那有少數的情形 我們有發現到就是 安裝了某些Windows更新之後 反而電腦怪怪的 也有 也有這樣的 那不管它 今天你可以用這個 那這個軟體我們有分享給各位 有一個免費的叫做 什麼AOMEI這個有沒有 Backup 這個的話呢 你把它裝起來之後 點兩下 就可以執行 雖然是英文介面 但是反正因為免費的嘛 所以你可以用看看 它很簡單 就是像這樣子 現在有新版本 不管它 我這裡之前有做一個 我就做一個新的備份 好不好 新的備份 把它做一個新的 按新的 然後呢 它在做備份的時候 可以分為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整個硬碟 因為現在很多人 硬碟都很大 所以是會做切割 變成C啦 D啦 E啦 這樣子 你如果是整顆硬碟備份的 那就是C第一 比如說 它有分兩顆 就是C跟D 那你就一起備份 不過通常來講 我通常是資料歸資料 系統歸系統 這樣會比較單純 因為我要還原的時候 比較單純 所以 通常我會做所謂的 叫做系統備份 或者是持續備份 假設我用系統備份好了 系統當然就是以C炒為主 以C炒為主 所以你點了之後呢 它就問你 好 你要備份的是哪一個磁區 對不對 備份好了 你想要放到哪裡去 這樣了解嗎 這樣就可以 所以這樣就開始備份 好 那麼 假設你備份好了 我們 這樣就沒問題了 那 像這裡我已經有備份一個了 備份一個 它預設的話呢 你可以產生一個全新的 或者是你只要在累加就好 都好 但是比較重要的是 它備份出來就是一個比較大的檔案 好像壓縮檔一樣 壓縮檔一樣備份起來 那這裡我就要問問各位 如果你有曾經重新安裝過系統 或者給別人重新裝過這個電腦的話 請問有時候會不會有LOS的 就是 糟糕 我之前有什麼檔案沒有扣出來 對不對 有時候不小心 之後什麼的某個設定 糟糕 忘記了 怎麼辦 那 尤其是你如果平常就有習慣放在我的文件夾那一種 對不對 有時候因為我們重溫系統 預設的話 我的文件夾在哪裡 是不是在稀草 除非你有改過地方嘛 那 沒有關係 你如果有做這個 我可以直接把它掛回來 你看這個工具裡面 我可以直接把那個 有沒有一個叫 叫exportal image 它做完之後會像一個檔案而已 一個大的檔案 那你可以把它 告訴他 把它找到 像我這裡有做一個 有做一個 我就告訴他 我要用這一個 它的路徑在哪裡 它有一個有沒有 副檔名叫ADI 就做好之後 它是一個印象檔 那你把它掛載回來之後 比如說這裡 因為我那個檔案已經刪掉了 掛載回來之後 它變成一個磁碟機 那你就可以進去裡面回去找 找你舊的資料站 你不用說我要真的要 把它直接還原回來 再去找 不用不用 現在的備份系統都很聰明 就是你只要把它備份出來之後 它就可以掛載回去 變成一個磁碟機這樣子 變成磁碟機 這樣就會比較好用 你就可以隨時再回去找 看看有沒有之前 Lost掉的 那一樣的概念 我就順便講一下另外一個 請問 你的光碟機 有沒有在用啊 好像有些人現在買掉 連光碟都不用買 限起來 不過雖然沒差多少錢 四五百塊而已 現在光碟機很便宜 就是可以燒入的四五百塊而已 現在已經幾乎沒有那個圍堵了 就是直接 因為價格都一樣 請問你 光碟片的話 你老是要這樣帶來帶去的方便嗎 不方便對不對 所以我們裡面有分享一個 有兩個小軟體 就是虛擬光碟機 比如說我給各位看一下 現在我的電腦裡面呢 其實有放一個 焦烏克利利的 因為最近小朋友在用 在學 我就順便跟著一起學 因為以前學過吉他吧 所以都一樣 好 好 那你放進來 這樣子去播放 其實速度沒有比較快 這個就直接跳下一段 這樣可以嗎 但是這個是不是你要光碟放在光碟機裡面 但是很多時候 比如說你買書啦 或者是那個去租那個光碟 回來的話 不方便 那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備份出來 把它備份出來 我們在這個給各位檔案裡面 我看一下 我好像忘記給各位那個 在這邊 我找一下 各位如果你有今天 我們沒有放在各位那個桌面上的 您可以到我的部落格上找 在這邊 我這裡有一個有沒有免費軟體下載區 我都整理在上面 你點進來 點到這邊 事實上這個免費軟體下載區 我也都是用 同步的 只是用那個 微軟的那個SkyDriver 好用微軟SkyDriver 所以你到這邊來 你看 我有幫各位做好分門別類 那那個部分應該是屬於檔案管理篇吧 還是光碟工具 我看一下 檔案管理的 在這裡 有兩個 備份的 啊不是 我找 這邊 這裡有一個 這個 一個是這個 有沒有 拷貝的一個是這個 你用哪一個其實都沒有關係啦 用哪一個都可以 就是我可以直接把什麼 我們的光碟就直接把它轉成一個檔案 好一個檔案那這邊是ISO檔 ISO ISO 所以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喔 你看這邊喔 我找到這個軟體 在這裡 好 打開之後呢 它就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backup 對不對 它就可以把你的光碟片喔 你就選一下 然後它就開始告訴你的來源在哪裡 然後你要變成什麼檔 變成 存放在哪邊 這邊就是ISO檔 好 做好了這個之後呢 我下次 光碟不用帶了 直接從這邊喔 我們有分享給各位那個 兩個虛擬的那個 光碟機 我比較喜歡用這一個喔 就直接點兩下 打開 來執行 這不用安裝 你喜歡有幾台光碟機 隨便你 好第一次他問你說要不要裝這個喔 就把它稍微裝一下它的驅動程式 好 你在這邊呢 你可以找到 有沒有一個叫mount another image mount就是把它掛上來的意思喔 把你的那個印象檔把它掛上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像我現在呢 找到那一個 好無克利益的有沒有 它做好之後是一個ISO檔 所以把它開起來 你會發現 就會多一台 好一樣是進來了 可是呢這個不是在光碟裡面撥 而是在哪裡 我多一台 有沒有 發現我這邊多了一個H 對不對 所以你有第二個 就會變成再多一台光碟機 所以光碟機沒有那個不夠用的 你要擠台就擠台 那你可以比如說是軟體的也可以這樣子 影音光碟可以這樣子 或者是那個復蘇的光碟 有沒有 蘇後沒有光碟的 也都可以像這樣子做 這樣的好處就是你要做傳輸就比較簡單 而且 光碟你可以保存起來不怕會刮傷 對我們有時候怕 會刮傷你可能會複製好幾份嘛 但是真的不用那麼麻煩 你可以像這樣去用 好那這個呢 是剛剛 講到虛擬就順便跟各位稍微提一下 有這樣的東西 你可以找看看我的那個 部落格上面那個 那個 網址 就是 免費軟體下載區 我都有幫各位整理好 所以你可以看哪一個你要的你就去下載 那可能在下載過程如果你下載比較大的檔案有時候他問你 要求你就是打那個微軟 MSN帳號 如果沒有就是 去申請一個 好 就可以下載 這樣OK嗎 這給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 這樣子的話 你把它虛擬完了之後 就比較方便一點 以後你要帶 會 比較OK